你们家公子也要去灭纱大会啊 是 那他们相交甚好 若是你家公子遭遇险事 他必定不会坐视不理 你家公子在哪儿 我这就带你去 汐公子说了 姑娘是自己人 家臣 在 你先去通报一声 是 好 这边去 好 谢媚媚啊谢媚媚 好喝那南疆你不许 非要来吃灵约你 可以了 谁 看来 偏个酒 好像 能总 您 一 pourquoi 要 欳 Hawk 走 赵姑娘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你看什么呢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大恩大德 乃是做牛做蚂蚁报 好了好了 千岁优大人 你那些画本里的词啊 还是省省吧 那我再换一只说法 多谢姑娘 救我脱离苦海 大恩 我还如再造 这还差不多 上回见你跟周姑娘 还是秤不离驼的 怎么这回就成苦海了 这自古都是 新人从门入 故人从隔去 你与姑娘见得还不够多吗 这样说 那倒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谢郎你这样的好郎君 竟然要被辜负了 辜负他们上 阿飞是个好姑娘 是我命不好 配不上她 你为何总是扮成千岁优 那副怪模样 你们与一般姑娘那么多 我若是个青年男子出入 多不方便 还是少惹麻烦为妙 还是那句话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大恩大德 乃是做瘤做马也要报 只是今日我有药师在身 就此别过 咱们山长水月 破会有期 这人到底在躲什么呀 小妹妹 你其实心里 还是希望她来吧 可见到了转身便跑 她不追来了却又 真是可笑啊 不碍事 不碍事 老人家 身子股不错嘛 挺精壮的 不碍事 还坐什么马车 你也这个小姑娘啊 对老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啊 结果 不碍事 怎么不敢看我 你跑啊 你驾着我 我怎么跑啊 你还当真想跑 那刑脚帮的人 是你找来的 是啊 但是你不太好抓 你不太好 新疆帮一帮人 花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赌着你 也挺砸他们招牌 不过我想好了 若实在不行呢 我就去霍连涛 什么大会上去赌你 你觉得怎么样 你不太好 是不是我刚才上了马车 你就知道了 然后一直偷偷跟到了这儿 阿飞 你这算胜之不虎 要不然 我们重新比划 我们重新比划 小美人 怎么数日不见 你一下面就动手呢 难不难 你这是风格式的断言刀 真这么生气啊 阿飞 你伤好点了吗 你在四十八寨的时候 同我说过 天下七都之首 套古清 众死毒者 会从骨头缝开始变冷 人死之时 众身好似被冰镇过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我 我是在江湖上呆多了 去去去 别说了 说了我也不相信 可能是因为我 薄骨通筋 天下气温 我所不知白 那日我想问你武功来历 你出手点我昏睡雪 把我弄晕了 是什么意思啊 那时你受了伤啊 妹妹 受了伤的人是需要休息的呀 你老追问那些 不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有谁受得了啊 什么让你睡了 这四十八寨里 买飞带兴 你怎么有功夫 到这林明城来凑着呢 好 好久没见我娘了 我才匆匆见她一面 就偷游下山 一路随着刑小邦 给她似是而非的消息 追着 找着 你还好意思问我 怎么这么有闲工夫来凑热呢 她就是来找我的 我当然是为了霍连涛 请帖上的水报文来的 不然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好 数月前 还挥沫如生的海天一色 在短短时间里 就被多方势力所追查 霍连涛的一封情地 是要将此事 闹到人尽皆知的境地 连地煞都知道 四十八寨有两间信物 我不主动追查 难不成 等着被卷进来吗 这个答案 你可满一幅 阿飞 我 不行 我就来了 是啊 快快快 快 醒醒 快 快了 快跑 快 我一个 现在就能躺进在棺材里的 做什么要耽误她呢 你什么 你说呀 我让你瞧那边 这四象山的弦无处 刚一进城就搞这么大的挣扎 看来他是要来闹市的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 这四象山弦无处是谁吧 我知道啊 当然知道 我不但知道 我还打了他坐下的 几条疯狗 你这个姑娘 不轻易惹事 这一惹事 惹的就是个大人物 那又怎么样 不过是几条坐下的疯狗 揍就揍了 难不成还要跟谁打招呼吗 你呀 就是太不值得了 四十八寨的时候 你偷袭我 现在我暗算你一次 咱们扯平了 腿这么长 笑一劲得了 第二位 好 摄下